中文字幕 蘇大叔 羅大叔你今天怎麼會在這裡啊 小編我們今天還出任務啊 因為在我們頻道裡有一個觀眾朋友 留言兩三次 說他在台南看到一個新的建案 然後想問問羅大叔這個建案 到底適不適合他 沒錯羅大叔非常在意所有觀眾朋友 所以我們今天就直接從桃園前往台南 來去了解一下這個房子到底是不是有這位觀眾 那如果觀眾朋友未來有什麼想法或是問題都可以歡迎留言給我們 我一定會非常重視你的想法 那我們現在就來去台南看這個房子吧 欸搞定了搞定了我們跟那個專案喬好啊 就是可以讓我們來去拍攝參觀 那我們就直接來去找這個專案好不好 耶那我們就先歡迎我們的專案經理蔡先生 大家好 好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先請專案啊 就是介紹一下這個建案的特色這樣子 那首先我們這個案子叫長春 會跟我們區域的一個環境去做一個相呼應 長奢與近相 春風得意的一個概念 欸名字取得不錯 我們的產品的話我們會畫是二加一方 跟三加一方 那坪數的部分規劃36坪到43坪 會有別於現在市場上正良方 正商方的規劃偏向於適合手購 或者是換屋族群 如果假設用簡單的介紹 這個建案啊 你覺得它比較有特色的地方在哪裡 好 首先啊我們基地會是坐落在我們台南市中心的一個位置 那離我們台南市政府公關會萃之地 大約兩分鐘左右的一個車程 那是很近的 對 那附近的商圈會離我們的明治商圈 跟我們的父親商圈 那交通的部分離我們的火車站 跟交流道 基本上十分鐘裡面的車程都可以到達 所以以環境的部分 生活機能的實應住行 基本上都可以滿足 我發現現在有很多購屋的族群 其實他們更著重在交流道的機能 沒錯沒錯 其實如果以這樣講起來的話 它上交流道是非常方便 再來的話我們基地位置 就是坐落在鏡像仔的一個概念 我們臨近的話就有三座的一個小型公園 旁邊就有一個綠色站步的步道 居住環境相對起來會很安靜 舒服很清幽的一個感覺 那另外我們這個區域也是在當地的一個文教區 附近的話就有無所的學校 所以也是提供居民一個相當不錯的一個文教環境 那在產品面的部分我們規劃是地上14層 地下室蝦蝦蝦蝦兩層 那我們車位的部分都是平面車位 那我們規劃54戶的住家 零店面的一個存住材設計 對因為有一些住戶其實他不喜歡樓下有做生意 出入會比較複雜 建築團隊我們是春宏機構的圓黃建築 那其實我們建設公司已經經營了30多年 超過一萬兩千多戶 對也算是一個老建設公司 對其實也在新營生耕了蠻多年 我們附近也有幾個代表性的建案 像是我們的蔚來寺 以及我們的新營家 所以我們在大樓到我們透天 基本上我們都有我們的主機 這一次的建築師我們是請我們的林峰生建築師 來幫我們親自統籌 那我們林峰生建築師是我們南營綠建築的得獎人 同時也是我們台南圍貫大樓的摘後重建建築師 圍貫大樓應該大家都會知道 那公設我們這次是邀請我們迷索空間設計 來幫我們規劃 所以說會有點中日結合的一個創新設計的感覺 台灣人其實還蠻喜歡日本人的設計的東西 簡單然後比較有質感 昨天其實講了這麼多 我相信其實觀眾朋友最想要直接感受的應該是 到底我們房子的室內空間長怎麼樣 對因為我剛好有看到說 就是你們的那個建案的這個代表中心 好像有規劃一個2加1房的樣品屋 對在樣品屋裡面再去提供一些設備 或是你們當時規劃的一些想法 好不好那我們就來去參觀一下 哇看樣品屋果然齁是不太一樣 首先呢我們進來這個空間是我們A1跟A5的 格局 那屏數的部分是36屏 那首先我們的話看到我們一進來的位置 大門到時候會開在這個方向 所以它其實門本來是這個方向進去 對我們從這邊進來 那進來之後我們這邊是一個餐廳的位置 對那可以看到我們現場是擺4人座的餐桌 那基本上你要擺6人座基本上都OK 對因為我看這個空間它的深度應該是蠻足夠的 對包含說你如果說未來不想要擺餐桌 其實這邊公共空間範圍是非常足夠 對那我們這次給的電子鎖的部分 我們是用博士的Bosch的電子鎖 那我們這個電子鎖是採4合1的功能 4合1 對我們除了密碼鑰匙卡片以外 我們還多了一個功能是指紋的功能 指紋對不對 指紋這樣稍微去感應一下 它就可以直接開門 喔我跟你講指紋非常重要 對為什麼很多人會覺得說指紋我不會用啊錯 因為我家也是用這種電子鎖有指紋的 有時候你在買菜 或是有時候你買東西的時候 你真的沒有辦法拿鑰匙 你也沒有辦法拿卡 你只要提著菜 然後直接這樣子它就打開了 其實有指紋的鎖 對我而言 我自己在使用狀況上是很方便的 我覺得這個也算是還蠻貼心的 那客廳的話 我們這邊每一戶的房型都會備有我們前陽台 所以你們每一戶都有前陽台 不管是2加1房規劃或是3加1房規劃 因為其實我發現現在很多的年輕人啊 大家都會在意就是生活水準跟品質 對所以很多年輕人現在反倒是喜歡有前陽台的 沒有前陽台的話 反倒會變成是暗屏 採光通風就沒有這麼好 所以每一戶都有規劃前陽台 我覺得這是一個加分的項目 再來的話我們移動到這邊看就是我們剛剛重點有提到 我們加1房的一個空間 我看這個空間大小它足夠放一個房間了 可以啊 而且它這邊其實也有落地窗 如果真的人數還需要再多一個房間 它其實是可以規劃的 沒錯沒錯沒錯 現場這樣的規劃 我們目前是規劃成書房 因為反倒這樣的感覺你會看說我們的客廳的效果 視野是非常寬的 客廳活動的時候你不會感受到我們的空間是很壓迫性 本身原本的客廳寬度大概有幾米 正常的話我們大概面寬是3米2 很多的三房超過3米的距離應該已經算是比較寬了 對因為我們發現很多建案現在在蓋它規劃其實有些都不到3米 對不過我覺得因為我們一看樣品屋 大家就會很直覺的這一間做開放式的話 你會覺得整個客廳的動線跟它的空間感會非常好 視野效果也會比較好 再來的話這邊就是介紹一下我們的一個客用廁所的部分 現在目前看到的地壁磚是標配 那我們是採用比較一個現代化的一個色調 再來我們衛浴的部分呢 我們是全套的TOTO的衛浴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給三件組 對我們是採用三件式乾式坑林 除了我們衛浴是給TOTO的設備以外 地板呢 我們地板的話是全市鋪設我們的卡扣木地板 我們每一片都是卡扣式的 對那在我們墓地板下面我們都有符合我們降噪法規 我們家裝合音墊 欸現在你的年前其實是喜歡墓地板的 客戶其實看起來接受度都評價蠻好的 暖色系然後簡單這樣搭裝潢起來其實 有一種無印風的感覺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那個臥室的部分 進來這個空間的話就是我們目前的客房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我們客房的話 我們目前都是擺我們標準的雙人床 左右兩邊的床頭盔基本上都是還有可以擺放的一個空間 但是衣櫥的部分可能就可以規劃在這一面 或是這個空間對不對 是沒錯 所以次臥室這樣的大小應該是足夠啦 雙人床然後有衣櫃的空間可以再加一個書桌的空間 那主臥室的話我們可以看到我們一樣是擺標準的雙人床 擺下去之後我們左右兩邊走道的空間基本上活動 其實是足夠的 夠足夠的 然後我們一樣衣櫃有衣櫃的空間 是 因為我覺得其實在大樓啊收納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假設你沒有衣�的空間齁 其實有時候會很難收納 再來還有一個我們每間的房間不管說是主臥室還是客房 我們都是低台度的一個大面窗 低台度很重要齁 因為現在的人很喜歡採光 對 又喜歡視野 對只有在低台度的設計之下 它的採光進來是最大面積 沒錯沒錯 看出去的視野是最亮的 對對對 所以我們一樣主臥室一樣會有自己的衛浴對不對 我們這邊的衛浴啊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地壁磚 主臥室的地磚就會採用深色系 會跟我們的客用廁所會做一個差異性 那我們這邊的話一樣我們是偷偷的衛浴 那另外我們馬桶的部分我們安裝一個名字馬桶 最後的空間的話就看到我們的廚房一個空間 廚房 因為我們樣品物是做一比一比例的 現在看的話我們可以讓客戶知道說 我們的走道空間就是這麼寬敞 欸那其實蠻寬的喔 我們如果要錯身是ok的 對是ok 對因為有時候喔 它那個一字型的空間太窄 對 其實有時候萬一女主人在煮飯的時候有沒有 可是後面沒有辦法經過 沒錯沒錯 或者是說後面其實還可以做一個寶櫃 對 其實廚房的收納也蠻重要的 建材的部分我們廚具阿 我們是採用櫻花的除鹽機 然後以及IH5 那搭配我們的落地式的一個紅碗機 喔紅碗機 對畫面上看到的我們廚具的部分 我們就是一樣的一個色系 然後另外我們背板的部分 我們是做一個烤漆玻璃 烤漆玻璃 好清潔啦 對那另外一個比較小細節的部分阿 是我們上排櫃的鑰鏈我們有做一個緩衝鑰鏈 喔 就不會有那種就是櫥櫃關起來碰撞 對就是小細節 對那另外一個比較特別是這個電器櫃 本來就有附電器櫃嗎 還是會有 喔真的喔 對像這一場我們是現在公司也蠻天心的 也很用心就是送這個電器櫃給客戶 對 因為這個其實是非常實用的啦 因為我們常有時候裝潢的時候才要思考電器櫃 但你們如果一起規劃好 其實對很多小資組應該是很方便的 是那後面是我們的後陽台空間嗎 對 哇你們後陽台其實很大耶 對我們後陽台的長跟深其實非常寬敞 這個空間除了可以放洗衣機以外 它其實是稍微可以曬個棉被的 可以阿 就是現在很多建案的規劃其實它後陽台有點小 對 會讓你亮個衣服都會覺得有點綁手綁腳 到這個位置嗎 對到這個位置 喔那這個後陽台就是真的還蠻大的 對那另外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顆是我們的全戶的進水器 對那會安裝在我們每一戶的後陽台 針對我們的洗菜水洗澡水甚至飲用水的部分 第一道水我們去做一個過濾 喔 對那像這個的話是我們使用過的一個濾型 喔那真的 對所以會有點黃黃 正常來講是白色的 對是乾淨的 那廠商這邊可能每個月三到四個月會來定期 詢問說有沒有需要更換 喔我跟你講因為現在的人其實越來越重視阿水質阿 對南部的水質聽說不是的喔 不是啊不是很乾淨喔 對不過這個是一個貼心的設備提供啦 沒錯 所以我們這樣子看完 我這樣講喔 因為我剛剛在看這個樣品屋的時候 我有發現一個小細節 我覺得這個也給觀眾朋友參考一下 因為很多的樣品屋啊 他們在做實牆的時候 其實他們會做那種一半 有時候我們在看樣品屋的時候 它這面牆 它會用壓克力 就是讓你的空間感感覺更大 對但你們應該是直接照一比一的比例 把牆做進去 這樣子客戶來現場看 應該就可以完全了解 它室內的空間大小大概就是這樣子 可以給大家去做一個參考 如果大家在看預售物的時候 可以去注意一下樣品屋 它有沒有做真實的規劃這樣子 我現在看完這個樣品屋啊 坦白講其實我現在坐在這個沙發的空間 空間感其實是非常舒服的 像我們的話每一戶都規劃前後雙陽台 那再來的話 我們每間房間都有低台度的大面窗 甚至到廁所也有開窗 這些應該是在自住的族群啊 其實都會非常care的點 對那像我們的公共空間 私領域規劃都是非常的分明 整體的動線來說 不會感受到變流 專案我也有一些問題想要提問 對因為專案知道說 就是我們也是一個觀眾朋友 就是委託說 來幫我們看看這個建案到底是如何 其實坦白講 就我們知道 因為其實在南部台南 很多人都住透天 會不會在大樓的族群啊 我們講次級的產品會有這個狀況嗎 大樓的部分其實我們也有規劃 比如說我們的公社 我們有健身房 兒童遊戲區 會議室以及多工人室 最重要就是我們的 有人幫你們管理垃圾 不用說每天像追垃圾車這樣子很累 對對對 所以其實現在在台南也有很多的族群 陸陸續開始也都接受或是習慣大樓的生活模式 那像有些人也會擔心 可能有長輩來 爬不動樓梯 對那我們大樓的好處就是 有電梯可以去做一個使用 好像未來大樓勢必會變成一個趨勢 換一個趨勢沒錯 對 確實透天它空間很大很方便 漸漸我現在發現很多的年輕人 他們上下班的時間 不是像以前這麼固定 不管是現在生活型態收發包裹 刀垃圾 其實這都會是一個年輕族群會在意的東西 所以我也想要問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我們買房子總是希望它有未來性 對不對 如果我們買在長春這個建案 對它有什麼未來性 那像因為我們目前 新營很大的一個話題性 就是我們國家級唯一的一個圖書館 糊塗男館 在我們新營 預計的話是差不多 2025年左右會跟大家見面 可能會帶來一些人潮 人潮商機等等的 都有可能 那另外的話就是 近幾年在南科的帶動之下 帶動我們的就業機會 以及人口也漸漸越來越多 人口紅利的情況下 也是會影響到 我們整體的一個購物需求 南科過來大概多久 8小時左右 那像有些客戶 他可能會覺得說 南科那邊的房價 他可能超出他的預算 或許南科附近的話 房價給他的預算 但是空間他可能就買到沒有那麼大 對 看這個地點 11住行應該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那再來呢 只要有未來的發展 帶來人口紅利 交通如果又方便 其實慢慢的人會聚集到這個地方 他就會開始有需求量 需求量越來越大的時候 其實他就最容易會有價格增值的狀態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也可以給各位觀眾朋友參考 那今天呢也很特別 就是觀眾朋友委託我們來看 那坦白說 因為我們觀眾朋友 他其實就是年輕的族群 看起來確實 應該是符合年輕族群的產品 對 那當然最後呢 是不是符合所有的觀眾朋友 那可能也麻煩大家 可以來現場觀看一下樣品物的狀況 或是也跟我們的廣告公司呢 也聊一聊 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判斷這個房子啊 是不是真正符合自己的需求 好那最後呢 我們的影片就到這 我們就感謝我們的專案經理囉 謝謝 謝謝 大家掰掰